大家好 下面介绍一下 CF卡在系统里面 怎样直接运行里面的程序 好现在我手上有三样东西 这三样呢 这个是CF卡 就是USB卡套 就是M卡卡套 我们可以直接插在这 USB卡套里面 这样呢就等于一个U盘 这里连接USB接口 可以在电脑里面传输文件 我们正常的话是 把电力编好里面 电脑里面的程序传到这个USB里面 然后再用这个CF卡套 到系统里面运行程序 好我们查进去 查进以后我们要选择一个模式 它这个CF卡的模式 要改参就是设定 我们就设定 这个按键 然后点这个设定键 这里有个Io通道 我们要改参设 我们改参设 的时候必须要打到MDI模式 然后给出入 现在呢 我们要直接走 卡里面CF卡里面的程序 我们要打到 连线模式 然后点 程序按键 然后选择目录 两点操作 是非选择 这也是M卡 这些程序呢就是 CF卡里面的程序 这里可以选择内有个光标可以移动 可以选择任意一个程序 如果光标打到这个 程序号是150的 然后我们 就有个操作 操作 然后 DNC设定 就有个D的话 程序前面有个DNC设定 就设定好了 有个D 就这样就可以 在连线模式直接启动这个程序 150的程序 所以我们可以 可以启动 现在走 走的就是这个 150的程序 有个DNC设定序 是